贵州政协原副主席李在荣被查 这个李在荣以前是干啥的呢 这都是从所谓的这个比较厉害的职位退休了 才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是吧 也就是都退了 李在荣以前最高高官做到哪里 又是中央党校研究生 在那里出来的离子监狱也都不远了 原来是贵州省常委党组副书记 贵州省副省长 都是副的 这个被查了 李在荣 然后呢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叫孙肃涛又被查 孙肃涛是不是也是 也是最早的山东省的副手啊 副手一般习惯性的都是坏人嘛 主手不坏 都是副手坏啊 哎呀也是中央党校毕业 墨延老乡 你跟墨延多聊聊天 不就好一点吗 啊 城市呢 山东省激南市副书记 市长是党组呈书记 激南一把手 这也都很厉害啊 但我觉得奇怪的是 他们祸害老百姓的时候 为什么不抓他 祸害完了才抓呢 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挣祸害的时候抓他多好啊 省了祸害众多人 少祸害一点 非得祸害完了抓 有意思 词 词